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哥林多书信 我是黄雅各 我们这一集我们要来看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保罗在前面讲到了许多 有关于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勉励的话 那这里第七章也是一样 他继续在勉励哥林多教会 给他们一些劝告 他这里讲的说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既有这样子的允许 就当圣洁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所以保罗这边讲的 第一个告诉他们 再一次提醒他们 要洁净 要做圣洁 这是承接前面的第六章的 最后面两节的应许 如果以色列人不从不洁净的人民当中分别出来 神是不会住在他们中间的 他们分别出来了 神就要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神 做他们的父 所以 那基督徒也应该要洁净自己 过圣洁的生活 要除去身体 灵魂 一切的污秽 这边是指着肉体 还有心灵方面的污秽而讲的 基本上相信身体的污秽 就是指着一切跟肉体有关的私欲 这些私欲我们都必须要除去 信靠耶稣基督以后 保罗也是这样子勉励 格林多教会的信徒要除去这些污秽 心灵的污秽是指着内心的不忠 或者是思想方面的不洁净 思想方面的罪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某些罪 只是会污秽身体 某些是不污秽灵魂的 不是这样子的区分的 这句话的意思的目的是要 叫格林多教会的信徒 对于各个方面的污秽 都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 所以这里保罗一开始在第七章当中 就免疫了格林多教会 再来第二到第四节的这一段这边 保罗讲的是要格林多教会的信徒们 要心地宽大 这边讲的是你们要心地宽大 收纳我们 这里的收纳的意思并不是 要再对保罗和他的同工存有成见 因为之前我们一度看过来格林多书信 格林多教会的人对保罗 以及他的同工成了很大的这些成见 所以保罗希望格林多的人 应该有宽大的心来接纳他们的忠告 这里讲到我们未曾亏复谁 也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这是保罗要向格林多教会人 劝告的权威 保罗曾经有占过他们的便宜吗 当然没有了 否则的话他就不能这样子的要求他们了 所以保罗他暗示的 他曾经受到假师父们的诽谤 这假师父们指着保罗的不公 所以保罗这边再一次的讲 我们有这样子吗 这是一个希腊文的用语 是反问的余问剧的用法 所以的话保罗就在你们要心地宽大地来接纳我们 保罗说出过去的 他所受的患难并不是要博得格林多信徒的同情 而是要说明神在患难中仍然让保罗他们得到了安慰 五到七节这边讲到保罗他在马其顿的时候碰到的患难的事情以及安慰的 这边与二章十三节所提到的这些的行程配合 也就是说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没有遇到提多 他心里非常挂念 格林多教会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 本来约好了跟提多要在特罗亚见面的 但是没有碰到 所以于是保罗到了马其顿那边去 在那里才得到格林多教会的消息了 既然得到了 他就大大的得到安慰的 我们很相信这样子的马其顿的旅程 是在《使徒群传》第20章那边一到六节之间的事情 其中保罗也曾经遭受到相当严厉的一些的征仗 在《使徒群传》中并没有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情 虽然在患难当中 但后来仍然获得了格林多教会他的消息 保罗因此得到安慰 从《使徒群传》19章21-22节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当保罗还要离开以弗所之前 曾经打发提摩泰 以拉都到马其顿那些地方去 这样也可以推测 保罗大概是在离开以弗所前后打发提多到格林多去 既然打发提摩泰 以拉都到马其顿 他也打发了提多到格林多 那约定好了他们在特罗亚那边会合 我们从格林多后述的第二章十三十二节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在那边特罗亚没有遇到提多 直到马其顿的时候才遇见的 这样提多他回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就把格林多的人的信息 怎么样失恋保罗的消息都告诉了保罗 所以的话这样子的话 保罗使他在马其顿那个时候遇到的这些 正在很激烈的争战的当中 他内心正在沮丧丧气的时候 因为听到了提多所带来的格林多教会的信息 所以他这样子就得到了安慰 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比照《使徒群传》第20章那边可以看得到的 再来保罗在后面的经文 接着第八到第十节的这段经文 保罗提到他的忧与喜 他这边讲的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忧愁 这边是指着前书 格林多前书对格林多教会的那些人的责备 那些责备的话使他们很难过 因为保罗在格林多前书 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责备是很严厉的 所以格林多教会的人有些难过 但他这边又写到 我后来虽然懊悔 但如今却不懊悔的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的 保罗恐怕他自己 因为前书所写的这些太重了 不知道会不会伤害了格林多这些人的信心 所以因而他说他有一些懊悔 但他说的这些如今却不懊悔的 因为他确实知道那些话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了 所以他就不懊悔了 如今我喜欢不是因为你们忧愁 虽然这次指的是格林多信徒他们有了改变的 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欢喜了 第十节这边讲到 已至得救并不是指的灵魂方面的得救 而是指的他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失败的过程当中 重新的再站起来了 这也就是指的他们生活上的得救 因为保罗在这里不是为了格林多的人的灵魂 要灭亡而忧愁 乃是因为他们过去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失败而忧愁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得救并不是指的灵魂方面的得救 乃是因为他们生活上胜过了那些的过去的那些罪恶 得救了 所以保罗这边得到了安慰 再来十一十二节当中告诉我们 格林多信徒确实也愿意接受保罗给他们的这些的劝告和责备 并且伸出了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响恋、热心、责罚等等这些事情 而不是伸出这些悲观和灰心的事情 所以并不是为了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了那受人亏负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指的保罗写信不是特别要偏护或偏他某一方面的事情 乃是要在使得格林多教会人能够体会他的心意 并且顺从他的这些教导 所以保罗他是在这边再一次的在重生 十三到十六节 因为提多受到的礼遇而得到了安慰 更叫保罗欢喜的 所以这边他讲的 并在安慰之中 以你们众人使提多的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因为怎么样 是他打发提多去格林多的 所以既然打发提多去 提多在格林多教会受到的礼遇 获得了格林多人热忱的接待和尊敬 所以保罗也得到了安慰 十四节这边讲的 我如果对提多夸奢奢了你们呢 什么呢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为我对提多夸奢奢你们的话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保罗说出了他心里当中的安慰 他不会因为前面的那封信 使得格林多教会的人沮丧了 他很担心会影响到他们的信心 但是打发提多后来再去的时候 并没有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沮丧的信心 反而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接待保罗的代表人 提多在那边 从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相信格林多教会提多到的那边的时候 格林多人很恐惧战战兢兢的接待他 因为他们前面收到了保罗的书信 是很恐惧的 第十五节这边讲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么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 所以可见得提多也因着格林多教会热忱的接待他 他也就怎么样 他也就心肠就越发的热爱格林多人的 所以可见格林多信徒 他们还是会接纳保罗和他的同工的 所以最后十六节这边保罗讲到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保罗在马其顿的忧患当中 他依旧的听到了格林多人的好的方面的信息 使他的信心大增 使他的心情也得到了安慰 以上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